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吃素 多念经 好 那么听众朋友们前面有几分钟时间是我们的白化佛法 台长跟大家讲我们学佛做人 有时候用心是最重要 因为心就是最重要 因为它是直接影响你的六根 因为当你的六根耳根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它这个在人间当中 这个根所以经常我们说一句话 你这个人六根未尽 实际上就是你还没有完全断掉这些根基 也就是说你还是被人间的六根造成了六畜 六畜就是色生相未出发 也就是说当你的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见的 鼻子闻到的 舌头所说的话 身体所感受到的和意念所想到的 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在你十二循环当中呢 就是受着六根 因为它一直会受苦的 而且会受难 一直到老死 台长跟大家讲的实际上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化解出自己的眼耳鼻舌生意 这个六根呢 一定要清净 我的眼睛如果看东西 我从来不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 如果你的耳朵听什么东西 你应该永远不去听那些不好的东西 你的鼻子去闻你不闻那些我们说昏腥的东西 舌头永远不去说别人不好 你的身体才会干净 你的意念才会干净 所以我们说六根 那么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六畜呢 就是色生相未出发 在人间的不停的受苦受难 就是这些意识 也就是这些受想形式 受就是那种感受 当你痛苦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那种感受 想就是认识和辨别 因为是你心里种种想好的 你就是有好的意念出来 种种想坏的 你就坏的意念出来 行是什么 就是心所体化出身体造作的行为 所以 人间的爱 也是这个 亲情之爱 男女之爱 亲友之爱 实际上这些爱 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非常主题 人活着从爱开始 我们爱母亲 爱自己的孩子 一直到爱的灭亡 因为我们短暂的生命 连爱都变成空的 假的了 所以 爱到后来就没有了 那就是我们别离了 离别了 所以爱的人离开你了 就犹如你喜欢的钱用完了 就等于你一个非常喜欢的工作 你不得不退休一样 你必须要离别 离开他 那就是痛苦 所以感觉会非常的难过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 要控制好自己的六根 让他清静 不要受染拙 就是不要受社会上很多东西的染拙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做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我们要懂得我们在学佛当中要印证佛法 就是要相信和感受来实践佛法对我们这个世间人间的一种开示 所以我们说菩萨是妙法 妙法就是要懂得怎么样用巧妙的方法去救度众生 一个人掉在水里 你可以把他捞上来 也可以把他打昏了救上来 你也可以把他拖上来 你也可以甚至用绳子把他拉上来 等等的方法都是离开苦海的一种方法 所以学会做人就是要学会要用妙法来救度众生 因为学佛人不单要让自己能够圆满 更重要的是要救度众生 让众生都得到圆满 所以我们要学会忍耐 所以我们要学会懂得因果 我们要懂得人永远不要退育 不要退缺 我们碰到事情永远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修为 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能够柔软和安稳 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佛说法时心得喜悦 也就是说救人的时候 当你能够说服别人 让别人修心之后 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喜悦 就是欢喜 所以对学佛人 我们认为对佛法都要有信心 如果你是一位有信心学佛的人 你首先就要有清净心 你首先就要有忍耐心 你首先就要懂得怎么去爱人爱众生的心 所有这一切都是让你能够破除磨难的一个心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学菩萨 就是学菩萨的智慧 学菩萨的语言 我们要懂得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就是要懂得要开悟 因为当你开悟之后 你所有的行为 救度众生的行为 就会让你得到更多的好的一种 觉 就是觉物和觉和物是放在一起的 要正等正觉 实际上就是一个觉和一个物 所以要懂得开悟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说要开悟人生 我们学佛做人就是要懂得开悟人生 人生就是我们一个最好改变自己的一个平台 就是要懂得开悟道 因为开悟道是当你看到之后 你才会明白 悟性必须要建立在见闻之上 你眼睛没有看见 你不会明白 开悟就是当你悟出了道理 又看见了真的道理之后 那你就开始开悟了 但是开悟的人也有一个道理 就是要懂得坚持 实际上开悟就是把你的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转成佛性 就是往你的佛性里转 佛性能够守住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这就是都舍六根 比方说当鼻子闻到不好的东西 你要用佛性去闻香的话 当眼睛看见不好的东西 你要佛性去看 去看佛法 去看观世音菩萨的像 当耳朵听到人家说你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提醒自己不要去听 要去听佛的教诲 如果你拼命的往你的理性 往你的本性里去想 那么你就慢慢的就会有本性理想 就转化为开悟 所以很多人虽然开悟了 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轮回 因为他没有彻底的开悟 他没有彻底的明白 所以台长要大家 不想堕落六道轮回 就要多念经 不想堕落到人间的果报之中 你就要开悟 我们要消除业障 我们要把自身的贪嗔痴 全部的清除 要学会什么事情都要随缘 好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 台长呢 跟大家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只能随喜的给大家开始一点佛法 怎么样都设六根 怎么样能够接受菩萨的思维 让自己能够在人间呢 能够抛开 虚妄和执着 好 那么下个星期四呢 台长还会给大家呢 继续呢 说一些我们的 佛法上的东西 好 那么听众朋友们 今天 星期四 我们十几分钟的白话佛法就到这结束了 那么 接下去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继续我们的 玄艺终树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